女王英瑞莎白99岁丈夫菲利普亲王去世 英国北爱地区取消抗议活动 英国北爱尔兰地区首府贝尔法斯特已经持续一周的抗议活动 当地时间4月9日晚因为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的去世 抗议者取消了原定的抗议活动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夜晚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菲利普亲王的生平 1939年国王乔治六世和女王伊丽莎白 也就是现在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参观皇家海军学院 当时还年幼的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也跟着一起去了 在这里伊丽莎白第一次遇见了菲利普 13岁的伊丽莎白在旅途中迷上了菲利普 伊丽莎白和菲利普开始互通书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菲利普亲王和伊丽莎白二世于1947年结婚 结婚前菲利普是希腊和丹麦的王子 他和伊丽莎白最终有了四个孩子 查尔斯 安妮 安德鲁和爱德华 他们的长子查尔斯王子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 菲利普亲王与女王的婚姻已经超过了60年了 作为英国历史上保持君王配偶身份最长久的人 他一直陪伴女王旅行公务并在世界各地露面 除此之外 他还参加了许多组织的工作 特别是那些关注环境体育和教育的组织 据白金汉宝的统计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 菲利普亲王曾单独完成737次海外访问 访问过170多个国家 发表了5496次演讲 代表王室单独出席了22219场公开活动 同时还升兼785家组织机构的职务 哇 真是太厉害了 菲利普亲王自传中写道 没完没了的握手演讲 午餐 晚餐 面会 自助餐 正式和非正式会议 日复一日 虽然他有过抱怨 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毕竟他代表的是英国的王室 菲利普亲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设立了爱丁堡公爵奖 重点关注青少年的成就 在个人生活方面 菲利普亲王兴趣广泛 他打马球直到1971年 他还参加了马车和划船比赛 他的爱好还有驾驶飞机 油画和乐数收藏等等 关注我 我们下集再见